明天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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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大堂主 看来事情已经办成了 我只想问清楚 大堂主之前答应我的事情 可否算数 我狄妃经 一言九鼎 孝卿如此雷厉风险 京风戏雨楼 真是走眼了 还请大堂主 亲自验证 三大主是联手 真是给足了狄某人面子 狄大堂主名号太祥 只有我们三个可不敢轻易动手啊 另外我又准备了一百多个兄弟 这才放心 请狄大堂主 留一留吧 我看未必如你所想 三位 酒好喝吗 怎么是你 我说过三大主是联手 便只有你们三个 便只有你们三个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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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孟诊收了王白二人进龙 是要付出代价 龙孝卿我是要带走的 这是我六分半堂的规矩 你们两个的命 我不收 这是我办事的分寸 回去告诉苏公子 以后做事情 学学规矩 讲讲分寸 家内下了毒 放心 毒不死你们 你个狗东西 敢出卖我们 地长同袍 同富贵可以 共生死 不必 孝卿啊 提大堂主 早就看穿你们的伎俩了 你个狗狗 孝卿 孝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